哈喽大家好 看到这满床的战利品了吗 哈哈原谅我的自言自语 我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买的东西吧 首先我们看到这只大娃娃 兔兔 Connie 它呢就是在LiveFace的专卖店 我们因为满额啊可以抽奖 于是呢没想到运气真的很好 抽到了第一特奖 这么大的一只娃娃 所以呢我们觉得再辛苦 也要把它扛回来的啦 这三只呢是在BTS跟Home Plus 这个大超市联名的一家店买的 然后呢这三只都是我们家最喜欢的娃娃 所以我们也把它扳回来了 它是一个午睡枕哦 小小的非常可爱方便携带 所以呢毫不犹豫一定要买回来的啊 旁边这两个呢也有介绍过啦 就在美妆店也是满额加加购 所以呢就带一只兔兔 还有一个粉红色的野餐盒回来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 如果呢从台湾出境的呢 在免税店就会看到这个草莓布朗尼 通常呢我都是订好了之后 等到回台湾再去免税店提领哦 这个是正观庄的红生茶 其实在韩国买价钱不会像台湾这么高 我觉得还蛮划算的 如果家里长辈喜欢的话 不知道买什么伴手礼的话 其实买这个牌子的系列东西也蛮不错的哦 这个马铃薯片洋芋片哇塞有够好吃的小小的包装 方便携带微甜吃了会要有一种很幸福的感觉耶 接下来这个玉米须材 这个很多女生都爱喝的啊喝了消肿啊对不对 所以大家还蛮喜欢的 啊饼干系列呢因为小小盒蛮好期待 所以我就买回来当做伴手礼送给大家啦 这个韩国的香油呢也是很值得跟大家分享的哟 因为韩国人呢很喜欢用这样的香油去做料理 例如煮汤啊然后拌饭啊海苔啊里面都会有 所以我觉得很适合买一瓶回来在家里吃 然后呢我在这个乐天百货的一个商店呢 也找到了季州岛抹茶系列的商品 巧克力啊饼干抹茶酱 所以又把它买回来了 这两个饼干因为长得实在太诱人了 封面很juicy所以我把它买回来了 我在大创呢买了四个杯子要给我的小孩的 因为他们很容易把水壶弄坏弄不见 所以我就先买了四个存货 这个辣椒酱啊我买的是小盒的包装 其实很推荐给大家哦家里如果烫个肉啊 然后加上这个酱哇塞不得了 就有在韩国的感觉了 这四个呢是在emart超市买的 所以它会有它的商标标志 对啊看起来觉得很特别 因为只有那边才有 所以我也把它买回来了 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宝宝的系列 这个呢是很方便喝的饮品哦 你看看它其实就是打开来 然后有一根吸管直接喝 不容易撒出来 所以我觉得非常适合给小孩 在车上无聊的时候喝 所以中间那一个呢是一个玩具 之后再分享给大家 这两个泡洛洛饼干啊 我女儿跟儿子非常喜欢吃 所以每一次去一定要买回来 这个呢是果干 它把它封干了以后呢 切成一条一条的 其实很爽脆哦 所以我觉得蛮适合的 小朋友吃 这个也是用水果做成的软糖 而且是它的形状 Line Friends买的软糖 哇塞它的包装也太可爱了吧 各式口味我都买回来了 其实啊韩国啊 对于小孩儿童是蛮友善的 而且呢他们有露出非常大的专柜 可以买小孩子的东西 所以我就买了一堆牙膏 哇塞我买了几条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买了八条牙膏回来 然后呢接下来 再看一下化妆品的部分 我觉得韩国的化妆棉都很大片 所以呢我又虽然知道它很重 我还是把它扛回来了 这个呢是稀油面纸 有没有超可爱的 还有眼线笔 护唇膏 哇塞一堆脚在这边是怎样 这个是足膜啦 而且呢我很怕麻烦 所以我都不会买那一些去角质的 或者是需要冲洗的 我买的呢就是直接套上去 然后看个电视 过了半小时就把它拔掉 然后按摩一下吸收就可以了 这样隔天脚就变得很漂亮了哦 面膜系列 啊我纯粹是为了它的 包装觉得很可爱 所以我就买了 一个冰棒的感觉 还有养乐多口味的 这个蝸牛系列呢 因为正在打折 所以忍不住又买了石片回来 这个呢是护甲膜 常常涂指甲的人也可以保养一下哦 我蛮喜欢在韩国买洗面乳的 因为我觉得化妆不一定天天都会化 可是呢洗脸是天天每天至少做两次的事情 所以我就这次很收敛的买了四瓶 啊因为我蛮喜欢去角质系列的跟泡沫系列的 所以我就只会买这种 啊这个是卸妆的 然后这是卸妆的洗脸的 然后呢这个是喷雾 如果有时候觉得化妆水很懒得在涂上 在脸上抹的话 用喷的其实还蛮快的 诶这个也是洗面乳 看过来 这个就是面霜啦 我买了卢慧系列的 还有这个 胶原蛋白系列的 接下来这三瓶呢 是女性私密处护理的一个泡沫慕斯 其实我觉得这个也蛮重要的 什么部位就该用什么样的专用品去用 所以我就买了三瓶回来 哎呦我的妈啊 这个气垫粉饼满意送一眼 一定要买一下的啊 这个呢是韩国很有名的 芦荟宁露 啊就擦在脸上夏天凉凉的 很舒服哦 诶这包装也太可爱了吧 其实它是一个旅行组 就是有一些化妆水啊 乳液面霜这样子精华 我觉得这个送人也超可爱的 然后呢这个呢叫做 中文好像是叫做顶级鱼子酱的化妆水 然后它就是做的很有质感 然后这个瓶子超重的 是因为玻璃瓶装的 非常的有气质 也很适合送人 这两个呢是防晒系列的 这个就是一般的防晒乳 这是小孩可以用的哦 这个牌子 大家可以去韩国寄一下 这个牌子呢 就是专门适合小孩的 啊这个因为太可爱了我也买了 这个是防晒棒 就是它不是防晒乳 它是可以直接像棒子一样 就是刷在脸上或身体上的 然后最后最后呢介绍一下 买的衣服 这是买给我女人的帽子 我觉得太可爱了 好适合它哦 这几件衣服呢 就是随手买的 不是在地下街 我是在百货公司买的 还有一些专卖店 然后我觉得也不错 价钱也OK 所以就买回家了 哇塞我一口气介绍了这么多的东西 大家都有看明白了吗 如果呢 去韩国旅游的人 不要忘记 有你喜欢的东西 一定要毫不犹豫的把它装进箱子里 不然回来真的会很遗憾 有什么东西没有买到耶 今天与你分享的内容就到这边啦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